本节我们来学习一种新的经济分析方法 称之为费用效益分析 那么在学习这个方法之前呢 我想谈一下关于费用效益分析 这个方法所使用的一些背景 那么我们全面已经学过了 关于财务评价的一系列的方法 那么是否财务评价就能够去解决 我们在现实过程中 所面临的所有类型工程的经济分析问题呢 那么对有一些特殊性的工程 比如说核电站 医院 地区电网 水电站 这些跨地区 跨领域 甚至是跨国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我们是否依然可以用财务评价的方式 来进行经济分析呢 那么这个在我们国家的投资项目评估方法里头 那么给出了一种新的评价方式 我们称之为经济费用效益分析方法 也称作为费用经济效益分析 那么怎么用这种费用经济效益分析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上面提到这些特殊类型工程的 项目的经济分析评价 那么就是我们本节要学习的重点内容 在我国需要进行经济费用效益分析的项目呢 包括一些自然垄断型项目 比如说电力 电信 交通等行业的项目 也有一些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的规模效应的 产业特征的项目 那么还有一类型的项目 就是公共产品类型的项目 这一种项目呢 它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 在同一时间内被公共消费 也就是广大的社会群体所消费 那么消费这种项目的产品或者服务呢 这些人员呢 具有一些非排他性 换句话说 比如说像博物馆啊 医院 那么你可以用 我也可以用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受众群体 那么像这样类型的项目呢 我们称为公共产品项目 也是我们要进行经济并不效益分析的一些项目 那么还比如说 具有一些显著的外部效果明显的项目 还有包括对涉及国家控制的战略性资源的开发 以及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些项目 那么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对经济活动呢 采取的干预性项目 那么这些干预性的项目呢 它会导致就是说 在我们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头 市场这个抓手呢 就失去了它的这个 本身应该有的这种效果 因为有政府的这种干预在里头 那么对这种特殊类型的项目呢 在我国也要进行经济并不效益的分析 那么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说从我们投入资金的角度来说 那么对于政府预算类投资的用于国家安全呀 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的资源的项目呢 还有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重大的站位的国家型项目 那么这些呢 都要进行经济并不效益分析 还有一些就是说 比如说各项的专项的建设资金 比如说铁路水利 交通等等等等 这种国家基础设施的专项基金建设项目 也要进行这个经济并不效益的分析 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国际金融货币组织 国际金融组织 或者是外国银行贷款 那么需要政府主权信用做担保的 这一系列的建设项目呢 也要进行经济并不效益分析 那么经济并不效益分析的 这个核准呢 是由国家来给出它相应的 经济并不效益评价的一系列的办法 那么 其中有一种类型的项目 比如说也是由企业投资承担的 但是呢 由政府来进行批准的 这种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公共利益 或者是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这种投资项目呢 也必须按照我国规定的 经济费用效益评价的方法来进行相应的评估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费用效益分析呢 原来呢 费用效益分析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国民经济评价 它是项目经济评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除了财务评价之外呢 这个费用效益分析 也称之为国民经济评价呢 是这个经济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废弃说国民经济评价 这样一个名词了 大多数情况下呢 我们都会说是费用效益分析 那么所谓费用效益分析呢 就是按照资源 我们国家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资源 合理配置的原则 以国家为边界 从国家整体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项目 来确定这个项目的相应的效益 和费用 那么用货物的引资价格 引资工资 引资汇率 涉坏折现率 等等经济参数 来分析和计算 项目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进度线 从而去评价 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的一种分析方法 是针对特定的项目 来进行的一类经济分析的方法 我们称作为费用效益分析 那么费用效益分析 与财务评价是有一些区别和联系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与财务评价的相同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两种评价呀 它的评价的目的是相同的 总体上来说呢 只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去核准一个项目 在经济上的可行性 这是第一个相同的地方 第二点呢 两种评价方法的评价基础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都是要在 项目的工程经济要素 测算的基础上 来进行相应的评价 来给出相应的评价的流程 评价的标准 评价的过程等等 第三一点呢 这两种评价 它们所用的基本方式 和相应的指标呢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那么依从我们国家 项目经济分析的方法 我们用的呢 都是经济评价指标法 因此就是说 你不管是用费用效益分析也好 还是用财务评价也好 那么我们用的都是 财务评价指标法 这个基本方法是相同的 第四一个相同的地方呢 在于这两种方法呢 针对同一个项目来说 它们所评价的这个经济的计算器啊 是相同的 它不会因为你采用费用效益分析 或者是财务评价的分析方法 就会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评价周期呢 是相同的 这是它们的这个共同点啊 主要呢就是包括这四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 首先第一个呢 评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个费用效益分析来说呢 我们说根据它的内涵 我们知道它是从国家的角度上 来进行项目的经济效果的分析 而财务评价呢 是明显的是站在企业 投资人的角度上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经济效果分析 这是第一点不同的地方 第二点呢 那么我们在 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的时候呢 它的费用和效益的含义呢 跟财务评价里头所说的 收入或者是支出呢 是有一定差异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后面呢 进行详细的讲解 第三一点 就是两种评价方法呢 所用的价格体系不同 利用效益分析呢 我们会用到一种特殊的价格 而财务评价呢 我们通常就会用到一个 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价格 来进行它的 工程经济要素的一系列测算 以财务指标的测算 这是第三点不同 那么第四点来说呢 这两种评价方法呢 在评价的时候 所选用的这种评价参数呢 是不一样的 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我们在财务评价里头 我们讲过 那么这个评价参数呢 就包括我们说的行业基础折现率 这样的一些参数 那么在费用效益分析里头呢 它会用到一些新的参数 就是第四点的不同 第五点来说呢 这两种评价方法的 它组成内容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费用效益分析里头呢 有它要去强调 这个项目所产生经济效果 这样的一些分析指标 而在财务评价里头呢 我们说了 它的评价内容包括 盈利能力 清偿能力 以及它的这个生存能力的评价 那在费用效益里头呢 它跟财务评价呢 就存在这样一些不同 那么总理上来说呢 我们进行费用效益分析呢 还是需要遵从 在财务评价的 这些基本相同的基础上 然后去调整一些差异 就可以得到我们说的 新的费用效益分析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就是说要做一些 增量性的学习啊 在这个相同的基础上 做差异的调整 让我们得到一些增量的学习 那么从这个 同一个项目的 费用效益分析的角度 以及财务评价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项目最终是否能够通过 我们说的经济的决策 这样的一个评价 那么取决于 费用效益 以及财务评价 它们两个之间的 相互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呢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 如果它通过了财务评价 也通过了我们说的 费用效益分析评价的话 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可以通过啊 就是一个可行 在经济上可行的项目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对于那些财务评价通过了 但是这个 费用效益分析评价呢 没有通过 那么这种项目呢 也是要予以否定的 是不能通过的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财务评价 费用效益分析评价上呢 都不可行 那么当然 就要否定 第四一种情形就是说 当我们的财务评价不可行 然后国民经济评价可行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给予通过 但是呢 必须要重新去考虑 它在财务上的可行性 那么总体上来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进行 同一个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 财务评价的时候呀 那么如果它的费用效益分析 结果不可行 那么整体上来说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个项目就基本不可行了 也就是说 那么对于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这些特殊类型的项目 我们必须要重点的去考察 它的费用效益分析的结果 从而去判断 这种特殊类型的项目 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费用效益分析 那么在费用效益分析里头呢 从增量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们要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说 那么我们对于一个特定的项目 它的费用效益分析中间 费用 效益都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去怎么识别 这个项目的费用 以及它的效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需要在费用效益分析中呀 去界定 在费用效益分析中 所使用的那些分析参数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呢 在费用效益分析的里头呢 我们提到了 它并不是用市场价格 来进行费用效益的测算的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价格 这个价格呢 就称作为影子价格 我们要学习一下影子价格的确定 在费用效益分析流通呢 它也要求它自己的一些 基本的报表 以及它的经济评价指标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费用效益分析中呢 主要学习的重点内容